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百四十一集 范贤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看见叶刘云 是他十二岁的那一年 那一年他浮在悬崖之上 眼中换着奇彩 注视着悬崖下边那半片孤舟 沙滩上万点坑 那两个爵士的人和那一场一触即连的强者战 一位是庆国的大宗师叶刘云 一位是自己的叔 十二岁的范贤霸道之卷出城 眼光算不上奇家 所以只是赞叹于那一战的声势 却并未体会到其中的精髓 反而是这些年来偶尔回思其时其景 才会逐渐从回忆之中找出些许美妙处 惊骇处 可学习处 回忆的越多 对于武竹书和叶刘云的爵士手段 便更加佩服 有时候他甚至会觉得叶刘云 那乘着半片孤舟踏海而去的身影 还浮现在自己的脑中 那鼓义十足的歌声还回响在耳边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那位庆国的大宗师 受万民敬仰的人物 居然会在一间青楼的最顶层 成了自己必须要面对的人 范贤是这个世界上最怕死的人 所以对于自己单人可能面对的敌人 他都曾经做过充分的了解和分析 他算来算去 掂量了几番自己的实力和背景 在这个人间 最值得他警惧的人 应该是东夷城的四顾剑 最深不可测的 应该是北齐的苦河 最麻烦的 当然是皇宫里的那几位 不过四顾剑 虽然是个白痴 虽然可以毫不在乎的杀死自己 可是众人皆知 但凡白痴 都是不喜欢出门到陌生地方去的 而深不可测的 喜欢吃人肉的苦修士 苦和大士 在亲爱的五诸叔亲自出手后 也终于被打落凡尘 一个能受伤的人 从感觉上来说 那不是那么可怕 至于庆国皇宫的那几位 都有亲属关系 暂时不去考虑 范贤所真正警惧的 都是大宗师级别的人物 由此可见 此子不是过于自信 就是有些自大 不过话说回来 以他的实力 再加上瞎子书 实在也只需要考虑这些人 而在四大宗师之中 唯独对于叶刘云 范贤一直不怎么担心 一来是少年时的记忆过于深刻 总觉得叶家这位老祖宗 获具流云清美之态 常年在世间旅行 乃是位真正的有形之人 心性殊朗可喜 不应该参合到人世间 这些无趣的斗争之中 二来是京都叶家的状况 让范贤眼尖地看清楚 叶刘云乃是位 地地道道的有情之人 不然皇帝也无法维持双方之间的平衡 玄空妙一把阴火 烧得叶家丢盔弃甲 如此下作的手段 叶刘云却能忍着不归京 自然是将叶家子职的幸福与安慰 叶氏家族的存续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叶刘云不停住在京都 影响时事的平衡 皇帝也不会真的把叶家如何 这便是不能宣诸于口 但在皇权与叶刘云的超市武力之间 自然形成的一种默契 所以范贤怎么也想不明白 叶刘云会因为军山会的事情出手 还会如此决然地杀到自己的面前 用自己的生死来要挟自己 这不是愚蠢是什么呢 就算此次黑旗撤了回来 难道皇帝就不知道叶家与军山会之间的关系吗 那这种平衡不一样是被打破了吗 不过来便来吧 范贤算准了这位大宗师的命门 这才敢如此讥讽 如此大逆不道地阴酸着 因为他清楚 如果你是叶刘云 你怎么敢杀我 范贤盯着立帽之下那双静如秋水的眼睛 似乎想看出这位大宗师突治苏州的真正用意 内心深处甚至做好了准备 如果叶刘云马上反问 我怎么不敢杀你 那自己马上冷冷地抛出自己行走江湖的大杀器 以做说明 比如杀了我 五诸书自然会杀了你们叶家所有人 这是一个很简单朴素的真理 叶刘云绝对会相信 而且不会接受 原来 当年你躲在悬崖上偷看 出乎范贤的意料 叶刘云根本没有接着范贤的那句话说下去 只是缓缓将手中的剑重又插回到剑翘之中 看着那张绝美的脸庞叹了口气 范贤心中一正 面上却没有什么表情 物资冷静着 不明白 叶刘云问道 范贤真的不明白 所以点点头 千千刻意扮出来的凝狠和胸有成竹顿时弱了少许 叶刘云微笑说道 如果你不在那牙上 怎么能念得出那两句啊 怎么能知道我就是我 怎么能料定我知道你是他的你 怎么知道我就不敢杀你啊 很复杂 听上去似乎很复杂 所以范贤真的有些晕了 好在他的启蒙比一般的正常人呢 要早十几年 过了两次人生 关于逻辑之类的基础知识比旁人要扎实许多 自己在脑子里边绕了几圈 终于绕清楚了叶刘云的话 叶刘云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这个世界上啊 至少是如今 至少是江南 能认识他的人 没有几个 而这个意思让范贤感到无比惊讶 庆国的大宗师 难道真的没有几个人认识吗 他下意识里放开手中紧紧握着的纸扇 唇角犯起一丝讥讽 说道 不要以为装裤就可以冒充我书 不要以为戴着力帽就能冒充苦和光头 不要以为提把剑 就可以让别人相信你是四股剑 你是叶刘云 不管我认不认得你 你终究就是叶刘云 四股剑的行踪 是监察院监视的重中之重 叶刘云根本没有可能冒充 所以这也是范贤很不理解的一点 叶刘云弄这一处 是真的想和皇帝老子撕破脸吗 他嘲笑说道 虽然四股剑确实有些白痴 被咱们大庆人做了无数个锅 抬到头上 可是您这出戏 也太不讲究了 我是谁并不重要 叶刘云冷漠地看着范贤 我只是来提醒你一句 你下江南 江南死的人已经太多了 范贤眯着双眼 毫不退缩地 看着这位天地间仅存的 四位超级强者之一 缓缓说道 这世上 哪有不死人就能达成的目标啊 你要达成什么目标 我是臣子 我的责任是保护皇上的利益 不受丝毫损坏 范贤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微笑说道 除此之外 我没有任何的想法 即便是死 哦 我不会死 叶刘云沉默了下来 半赏之后说道 你 你母亲 当年似乎不是这样的人 范贤并不意外 对方会提到自己的老妈 脸上却像挂了霜一般寒冷 冷冷地应道 不要用羡慕来压我 而且说起杀人 想必你也记得清楚 我母亲并不比我差 我说的是根骨和秉性 叶刘云的声音忽然沉了下去 好杀之人 如何能手握大权 江江因为叙旧这种事 事情稍显缓和的楼中气氛 顿时又冰冷了起来 紧张了起来 你在京都 有那些费心费神的可怜人 替你操心 我且不论 叶刘云就这样直直地坐在桌旁 整个人像东山之松一般 倔耿而不屈 你下江南 江南多事 多少人因为你的桥手 善之而死去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临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范贤眯着眼睛 心头无比的恼怒 压低声音说道 莫非 我不下这江南 这江南的人 便不会死了 内库里的王八 就不再是王八 明家一窝烂鼠 就变成了锦毛鼠 他轻蔑笑道 老人家 前前说过 不要用羡慕的名义来压我 这时候再听一句 大意的名分 对于我 也没有什么效果 叶流云面色不变 不知其喜怒 只听他静静说道 傻圆猛一事 那宅中丫鬟匍匐 你尽数点昏 看似有有三分温柔 可这些昏迷之人 事后却被苏州府尽数情取 杀了灭口 他温柔看着范贤的双眼 继续说道 你离开的时候 应该就会猜到监察院的压力下 那些无辜的人 只有死路一条 你不杀无辜 无辜因你而死 我只需要承担 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范贤嘴里用前世 某教练的无耻话语 淡淡应着 心里却是涌起大震骸 当然不是因为那些无辜的人 因为自己死亡的缘故 虽然这也让他的心里 稍微的暗了一下 这种大震骸 来自于夜流云的话语 这话语里似乎透露着 自己入宅杀人的细节 对方清楚知晓 范贤盯着夜流云的眼睛 不知道这位大宗师 究竟知道多少 如果对方知道 自己已经学会了四顾剑 那便惨了 这是范贤的秘密之一 一旦被京都陛下知晓 整个监察院都会因为影子 与玄空庙的事情 被踩倒在地 对方完全可以用这个 来要挟自己 但是看夜流云的神情 似乎并不知道细节 可是为什么夜流云 诸实不提 却偏偏要提 那个毫无轻重的圆梦呢 范贤眼中闪过一道立光 马上回复平静 放弃了杀人灭口的念头 今日之状 教主往时不同 往日自己为刀 世人为鱼肉 今日却是自己在砧板上 垂死挣扎 想杀死面前这个朱利克 在五竹书养伤期间 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 范贤一拍桌面 大怒吼道 成大事 不拘小节 若不雷霆一击 仍让江南若往年一般 明家要害死多少人 那些海盗 还要杀死多少人 国库的亏空 你给我填回来 不等叶刘云回话 他那反贤的手指尖 又伸了过去 极为大胆无礼地 戳着叶刘云的鼻子 骂道 还有那个军山会 难道比我干净 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怎么好意思放低身段 给他们做事 您是我朝宗师 不站在我这边 凭什么站在那边 最后一句话 巧妙一转 直指人心 叶刘云眉头微皱 缓缓说道 君山会 本就不是你想的那般 反贤嘲笑道 我当然明白 您是高高在上的大宗师 可是终究还是个人 总是需要享受的 行于天下 浪迹天涯倒是快活 可是若日晒雨淋着 哪里有半点潇洒的感觉 每至天下一周一地 若有人硬着 服侍着 崇拜着 您自然是快活了 而能用整个天下 都供奉着您 除了那个军山会 还有谁能做到 叶刘云微笑望着他 似乎没有想到 这个年轻人竟然 能如此简单地 瞧出自己 与军山会的关系 事情呢 本来就是这般简单 虎河有北齐供奉 四顾剑有东夷城供奉 皇宫里的那位自然有庆国供奉 可是堂堂夜流云呢 行于天下不归家 吹海上的风 赴东山的松 堵姜游湖 所有的这些 总是需要有人打礼 有人照应的 大宗师也要吃饭 也要住客栈 尤其是这种地位的人 肯定不喜欢 移应俗套的马屁 愿意住在幽静的园子中 和一些隐于山野的 顾客打交道 园子是要钱的 进山访友 也是需要盘缠 旅行 环游世界 其实是最奢侈的一种人生 总不能让堂堂的 这个大宗师 去当车匪陆爸爸 范贤的话 还没有说完 他冷笑着继续说道 可是 您的孝子贤孙 与军山会的关系 就没那么简单了 要在本官的手下捞人 可不是那么简单 军山会为您 保着这双娘们一般的手 难道您就打算 用这双手为军山会 把天穷撑着 说话间 他的目光有意无意 落在夜流云 伏在桌旁的那双手上 那双手有若白玉 没有一丝皱纹 魂不似老人的手 而像是从不见阳光 只知身归绣花鸟的 这个姑娘家的双手 这是许多年前 叶青梅推五竹入庆国京都 五竹与叶流云第一场大战之后 叶流云弃剑而散手大成的迹象 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丝毫变化 叶流云听着范贤将自己的双手 形容成了娘们手 净若秋水的双眸 见有沸腾之意 谈判的 谈判的这个关键呢 在于掌握对方的情绪 哪怕对方是一个 高高在上的大宗师 所以范贤当初 一发现这个叶流云心中 真正的怒意要薄发时 马上将花锋一转 缓缓说道 给其动手的时间 应该还有一会儿 如果您真是在意 那园子里面的孝子贤孙 是不是应该把周先生给我了 叶流云四笑非笑地望着他 似乎是在嘲笑他 又似乎是在看着一个 无知黄口小儿 这时候 又愿意接受我的条件了 但闲威迪眼帘 心里却是咯噔一声 他本来想着 叶流云既然不怕辛苦 提留着这个军山会的帐房先生 到了宝月楼 当然是打着用周先生 换军山会里叶家后人的打算 难道对方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吗 我从来不接受被人胁迫下的任何条件 他抬起头来 宁静的双眸很有诚意地看着 叶流云那张骨骢的面容 但这并不代表 我不愿意和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 达成某种协议 叶流云听到此时 终于有些动容了 叹息说道 果然无耻啊 樊仙微笑道 您以武力脅迫人 我以人命脅迫人 若说无耻 其实差不了太多 叶流云缓缓地站起身来 范仙心头大领 面色平静 傅又打开那把 已经汗湿变形的可怜扇子 胡乱摇着 叶流云看着他手中那把扇子 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看出来这个年轻人 内心深处的真实紧张 不要以为 你了解了所有的事情 你可以控制所有的事情 叶流云如此说道 不然总有一天 你会死得很可惜 叶流云叹息道 你是聪明人 但是不要过于聪明 叶流云教训道 你应该知道 后面的事情怎么处理 叶流云缓缓低头 任由那张竹笠帽 遮住自己骨着的面容 道题粗步 附住长剑 走到蓝边 反手提出周先生的衣领 此时的范仙 终于感到了一丝无助和迷茫 堂堂叶流云 如果不是来送周帐房给自己 又怎么会屈尊与自己 谈这么半天呢 叶流云回首 谋中烟雾剑胜 一道轻渺 却又令人心悸的无上杀意 震慑住了范仙的身体 他最后缓缓说道 一把剑 不是冒充四股剑那个白痴 你这小子或许忘了 我当年 本来就是用剑的 说话剑 他缓缓抽出剑 雪亮锋芒 此时并无一丝反光 放肆所有的光芒 都被吸入那只 稳定而洁白的手掌中 范仙眼帘一跳 急许心神 拼命将舌尖一咬 痛楚让自己清醒了少许 生死存恨之际 什么计谋斗志都是假的 他惶惶然 将身后雪山处 汹涌的霸道真气 尽数逼了出来 运至双拳处 往前方一击 击在桌上 伴随着一声怪异的尖叫 范仙整个人 被自己霸道的双拳 震了起来 身子在空中一扭 就像一只狼狈的土狗一样 黄黄然 栖栖然 速度十分令人惊佩地 化作一道黑线 往楼外冲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严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